第三卷 第六十三章 飛機一名港市機場安全降落 我們壓計著R直接去了孝明山谷墓 R輕柔地觸摸著劣韻希的墓碑 雖然我無法從他失明的眼裡見到眷戀和心情 但我深信眼前面這個充滿罪惡的男人 的確對他一往情深 R的手指撫摸著劣韻希的照片 他狗狗地在上面反覆摸擦著 好像情人之間掃說著最濃烈的情話 他的慈慕和悲傷同時浮現在臉上 抽足嘴角透露著日於言表的痛 一時之間 我很難將他和那個發動浩劫的男人聯繫在一起 R露震騰騰地坐在墓碑的旁邊 他摸索著拿出雪梨 擺在聶韻希的墓前面 明講的雪梨你是最喜歡吃的 我答應過你會在家後院為你種一棵雪梨樹 R一個人對著墓碑自言自語 我照急地看著手錶 距離到計時結束只剩下一個小時 蘇錦和陸雨晴站在遠處 和公民心保持著聯繫 準備在得到密碼後 第一時間終止五階魔方內閣程序 R露的動作很緩慢 他在身上拿出了一疊的相片 我看到最上面的一張相片 在屋前一棵梨樹 中得很謀性 他把相片放在墓碑前面 我答應過你的事 我都會做到 你說我中了 可惜你已經見不到 我還答應過你很多事 R把一張一張這樣的相片放下 每一張相片都是不同的地方 在相片裡 R始終站在左邊 伸出微微彎曲的右手 相片當中的他顯然帶著笑意 但是就透露著無盡的哀傷 相片空白的地方 應該是保留給聶韻希的 他在這裡兌現 自己永遠沒有辦法兌現的承諾 五階魔方 警成伸出手 阻止我打斷R 好像他這樣 為了結果根本上不在乎過程的人 竟然會對著一個充滿罪惡和殺戮的男人 展現出了寬容 我猜令到警成認同的不是R 而是R對聶韻希的情感 至少在這份情感上 他無可挑剔 警成虎視著目邊的R 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R平靜地說 跟他的名字一樣 Roxanne 知道黎明是怎樣的? 熱情、活力、給人無限的希望 他會帶給我溫暖和開心 驅散我所有的陰謎 你能夠想像得到 一日失去黎明會是怎樣的? 警成說了 黎明代表著光明 而你呢? 你現在所作所為 配不上他這個名字 如果他還在生 R打斷了警成的說話 他向著警成的方向看過去 如果他還在生 我們現在應該在北歐某個小鎮那裡 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 因為他向往北歐的風光 但是問題他已經不在 既然沒有黎明 那麼這個世界本來就應該黑暗 你能不能夠體會到失去愛人的心情嗎? 警成沉默了一會兒 他泛起了愁悵 能夠? 你失去過愛人嗎? R的問題似乎觸及到警成的軟能 他默默地摁頭 沒錯 我失去了 來吧 跟我說說 你失去的那個人 我已經很久沒有跟別人聊天了 警成避開話題 作為交易 我履行了我的承諾 我這樣才把你帶來這裡 R的聲音深沉而入平溫 哦 我知道了 你是擔心五階摩蜂的來核程序 你放心 我以小禧的名義起誓 我會在倒計時最後十分鐘 告訴你管理員密碼 在這個之前 你能不能夠陪我聊聊天嗎? 我不相信R 何況還有不到一個小時 就會發動末日審判 這樣的關係到 屬於千萬人的生死 我提醒警成了 他在拖延時間 我相信他 他絕對不會顛污自己愛人的榮譽 警成樹起三嶺 在淋烈的寒風當中 他看著R 你想聊些什麼? 說說你失去的那個人 R很有興趣地問 好像朋友之間的聊天 不如你向我描述一下他 他愚蠢、執著、美麗、任性、善良、伶俐、優雅 警成用一個一個詞去勾劃這個女人的輪廓 我知道他說的是誰 他叫什麼名字 警成有一次短暫的沉默 顧遠如 我知道他心裡從未真正放得過蠢人 這是他一生的基本 不理時間怎麼流逝 在警成的心目當中 顧遠如永遠是他難以忘懷的遺憾 阿奴問 你為什麼失去他 警成的聲音有點默然 我背負不到他的幸福 遠離他就是最好的祝福 他還沒死 阿奴有點吃驚 他動動一下他的身體 為什麼不跟他在一起 你永遠讓我要幸運 至少你愛的人還在 愛不是禁錮和佔有 而是付出 他應該得到更好的生活 安定、踏實和美滿 而這一切我現在都給不到他 我能夠聽得出 你對他的情深易重 既然你都有心愛過的人 那你應該能夠體會到我的心情 警成神情嚴峻地反目著說 是 我能夠體會你的心情 但是 是僅限於你對聂韻希的情感 我知道這種痛切心非無能為力的感覺 但是這樣並不代表著 你能夠以這個為藉口 肆意妄為地去殺戮 你就算成功地釋放了基因武器 又能夠怎樣呢? 你失去的永遠都沒有辦法得到 不是 你不理解 你也沒有辦法體會 因為你只是離開了他 並不是失去他 你試想一下 如果你是我 你心愛的人面臨危險 你會怎樣做? 警成回答得很乾脆利落 我會去拯救他 我也想拯救他 事實上 就差一點點 我就做到了 我研發出基因新藥 而且帶上求婚戒指 準備在他生日那天向他求婚 但是 但是我等到的 就是他跌在血泊當中僵硬的屍體 R的聲音始終聽不出悲憤 或者說絕望真正令他麻木 你能夠做到無動於衷嗎? 你能夠做到這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警成冷冷地說了 你已經向列韻池報仇了 R用空洞的眼看著警成企立的方向 列韻池不是整件事的本質 他只不過是一個病態社會的縮影 那些攜帶遺傳性疾病的基因的個體 本身就是毒瘤和隱患 他們必須被清除 否則將會有更多的悲劇產生 你現在之所以站在我的對立面 是因為你還未找到認同這個觀點的理由 警成突然之間一呆 生日? 你剛才說在列韻池生日那天 你打算向他求婚? 我反應過來 立即看向了墓碑 這個時候我發現 列韻池的生日和忌日是同一天 我即時明白了一切 我之前查過列韻池的死亡報告 他的死亡時間是一月十九日晚黑八點 這個和杜濟時結束的時間對很吻合 你在他生日那天求婚 結果等來的就是他的死信 你的希望是在那一天開始 但是亦是在那一天結束 如果列韻池的死是你絕望的根源 這樣這個時間就是你絕望的起點 亦就是你所謂的理想國的紀念 而不介魔方內核程序的管理員密碼 對好也都是四位 警成猛言之間擔高頭 對著蘇錦和陸宇晴說 說給公民心聽 密碼是0.1.1.9 阿奴神情呆濟地坐在墓碑前面 一點反應都沒有 他慘白的眼睛看不出悲喜 警成一面鄙夷地俯視著落幕的阿奴 列韻池是黎明 為人帶來希望和憧憬已更美好 而你就用他的生日當成了你殺戮的開始 你玷污了他的名和榮譽 你根本上不會得到他的愛 這個時候我沒有再聽到R的辯駁 蘇錦的遠處向我揉入手 我走了過去 他遞了一個耳麥給我 裡面傳來了公民心昭急的聲音 內核程序的密碼的確是0.1.1.9 但是這個密碼並不能夠終止到的時 我大喜一驚了 什麼?為什麼會這樣? 五介魔方的程序很複雜 一時半刻我都解釋不清楚 總之內核程序當中 現在有兩個已經被擊活的端口 還需要一個關不端口的密碼 還有一個密碼? 這兩個端口很特殊 採用了單向通道不可逆編程 簡單來說 就是只能關閉一個端口 我端口連接程序當中 發現一個實時視頻 但是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視頻文件? 你發過來給我看看 公民心將視頻傳輸到我手機 視頻當中出現一塊很景色優美的人工壺 延湖的路燈勾出了湖的輪郭 路燈也照亮了湖邊的小路 長椅上坐著的人正是捧著手機 當我從手機攝像頭當中 看清這個人的臉的時候 我震驚到掩著嘴 那一刻我感覺到他是害怕 那種近乎於絕望的害怕 第三卷 第六十四章 景城大聲的問 有沒有關閉到什麼事? 蘇錦和陸耳程應該不明白 我為什麼臉色蒼白? 我不停地動著喉結 步伐沉重地走到景城面前 內日程序當中 有兩個被擊活的端口 019並不是關閉到計時的密碼 景城轉身質問R 還有另一個密碼 到底這個密碼是什麼? 我答應過你 最後十分鐘一定會告訴你 我默默的嘴 不停地動動的嘴唇 發不出聲音 景城 你…你聽我說 說什麼? 景城眉頭一咒 我跟著說 好了 兩個端口都是單向不可逆編程 這樣意味著 只能關閉一個端口 能不能確定 哪一個端口 是控制基因武器的? 可以 既然你能確定 為什麼這麼緊張? 你…你聽我說 內核程序當中 有實時的視頻 景城向我伸出手 什麼視頻? 你答應我 不管你看到什麼都好 一定要… 視頻裡面是什麼? 為什麼你要這麼害怕? 景城目光銳利地捕捉到我驚惶的神情 他衝上前來 一手把手機拿走 當他看到視頻的時候 他整個人都僵硬呆在那裡 他的嘴和眼睛同時都抹大了 我試圖說什麼 但是心裡清楚 不管什麼話語 現在都失去了作用 景城 視頻裡面那個人應該看到了他 聲音交織著驚喜和驚褲 景城的全身 好像被電擊一樣抖動一下 他掩著嘴 不由自主地後退了一步 他努力在笑 但是這個簡單的動作 他已經沒辦法完成 遠如 視頻當中的湖就是美漾湖 湖邊那張長燈上面 留下了景城一生最美麗和痛苦的回憶 而現在 顧遠如就坐在那裡 好像一切就回到從前 在那裡 在那裡不要動 我去接你 不要 你不要過來 我身上有炸彈 顧遠如解開了外套的三樓 視頻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綁在他身上的炸彈 跳動的紅色數字 又為之醒目 景城還在努力地笑 他試圖令顧遠如沒有那麼害怕 他現在這個樣子就是我最怕見到的 我很清楚被激怒的景城會是怎樣 他把手機遞給我的瞬間 同時也拿走我的陪槍 他的槍口頂住阿奴的頭 好像野獸一樣咆哮著說 放開他 阿奴毫無畏懼 輕輕地用他的頭靠近槍口 小希走的那一天 我已經死了 如果你願意送我去見他 我會感激不盡 景城有一些失控 他雙手不停在那裡震 為甚麼?為甚麼要約他? 阿奴的聲音平緩約低沉 他雖然是仰視 但是有著勝利者的從容 你從來認為自己能夠掌握一切 甚至乎認為自己能夠打敗我的導師 你缺乏謙卑和敬畏之心 所以導師希望你能夠明白 自始至終你甚麼都掌握不到 你永遠無法打敗腦裡的敵人 我一呆直到現在才明白 所有的一切都是策劃好的陷阱 只不過這次 海瑟的目的不是我 而是景城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景城的軟勒 應該怎樣去擊敗這個 從來都不肯向他屈服的男人 景城的手低垂了 他的聲音沒有知情那麼暴淚 我甚至乎聽了他的妥協 他第一次向怪物降低了他高傲的頭顱 他跟這一切都無關的 放了他 你們有甚麼事衝我來 阿奴平靜地反問 你現在能夠體會到我的心情沒有 他是你的唯一 如果你失去了他 你會怎樣算 我之前問你的時候 你總是高高在上 向我蟬述道理和對錯 因為你根本上 都體會不到跟我一樣的經歷 不過我相信 你現在明白了 其實道理很簡單 真正我一個人的時候 會忽略一切 不關他事的 我再說一次 放了他 景城再一次舉起了一支槍 我站在旁邊沒有阻止著他 因為我知道他已經失去了開槍的膽量 阿奴擔高頭 看著景城無懼地說 他身上的炸彈道計時 和基因武器是相通的 在他和基因武器之間 你只能夠充止其中一個道計時 你之前說過 我沒有資格審判其他人的生死 所以導師把這個機會留給你 你可以選擇拯救那些 攜帶遺傳性疾病基因的人 拯救那些侵蝕社會的毒瘤和隱患 但是代價就是 你將會失去最愛的人 當然 你也可以選擇救他 也正如我之前告訴你 你永遠讓我行運 你還有機會去拯救自己的外人 除非你打算為了那些 和自己一點關係都沒有的人 而失去他 景城已經發瘋 密碼!密碼! 在到計時的最後十分鐘的時間 阿奴講出了密碼 他的生日 0725 他只需要在炸彈上輸入這個密碼 就能夠終止計時 但是我提醒你 他身上的炸彈導計時器 一旦停止 我安放在其他地方的基因武器 就會馬上釋放 他的炸彈 被基因武器的導計時 快一秒 如果炸彈爆炸 這樣基因武器就會終止釋放 導師把你想過的鑰匙交給你 開啟又來抉擇 景城,你聽我說 我還沒說完 他一拳就打在我面上 蘇錦和陸玉晴看到這樣 大吃一驚 剛想走過來 景城毫不猶豫地 對著他們腳下開槍 瘋狂地向著我大聲叫 收機給我 我涼槍著站起來 抹抹嘴過的血跡 你聽我說 我明白你現在的心情 你明白 景城和我重複著他之前 和R的對話 他也印證了R的說話 愛很簡單 真正我一個人的時候 會忽略一切包括理智 我知道顧遠如對你很重要 但是這個關係到千萬人的生死 你很清楚基因武器一旦被釋放的後果 我把手機拿到背後 試圖令到他冷靜 景城舉起支槍 對準著我冰冷地說 我再說一次 把手機給我 如果不是我就開槍 開槍 你開槍了嗎 我沒有退後 我反而走前一步 我一手掩著槍 頂搶我眉心之上 你最後我也想救顧遠如 我知道你很難過 但是如果你救了他 你就承認海撒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 為了自己可以犧牲所有人 這是你希望得到的結果嗎 最終你釋放了基因武器 你也將自己變為惡魔的幫兇 一直等待著的就叫你墮入黑暗 景城拼命地靈頭 不,我不聽這些,我不聽這些 你還記不記得 你曾經對我說過什麼 我們既然選擇了第二步海傘 這樣就將會是一條 注定暴滿驚擊會充滿死亡和殺戮的路 他不惜摧毀我們的人性和信仰 直到我們成為他希望所見到的那個人 這一次他選擇了你 你不能向惡魔妥協 否則你將永遠沉淪黑暗 我直視著景城 我的目光很堅毅 景城放下一支槍 他一下子跪在我面前 我看見他流出的淚水滑過他的臉 他用最卑微的聲音 刻求著我說 我求求你 你將他的手機給我 他的頭碰在地上 發出來的聲音 好像把刀一樣 一刀一刀插進我心裡 我寧願他用一支槍指著我 我也不願意見到他現在這樣的樣子 你是我們當中最聰明的那個人 你為什麼就不明白 你如果救了遠餘 這樣你就變成了惡魔的幫兇 如果你放棄他 這樣顧遠餘就會成為你永遠的痛 凱撒試圖喚醒你的憤怒和陰暗 就好像他固惑R一樣 對於凱撒來說 你才是他最想獲得的真正殺戮天使 我只有他 我不可以失去他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把手機給我 景城的額頭在地上碰到血溶模糊 我突然發現原來李子在大多數時候都沒有用 我真的不忍心再見到這個 永遠都不向怪物屈服的黑暗王子 變得現在的樣子卑微軟揚 他現在的樣子令我很難受 我側過頭去 不讓他見到我流出來的眼淚 我把手機遞給他 那一刻我知道我們輸了 而且輸得一敗塗地 景城好像一隻乞丐一樣一手捧著手機 他跟著抹抹面上的淚痕 截出了笑意 顧遠如掩著嘴 他的眼淚沒有掉下來 景城 有件事我想告訴你 我…我沒有結婚 我知道你並不是真心祝福我的 所以我一直都在等你 景城的聲音有點耿煙著說 我不是真心的 不是 我沒有勇氣去面對和你的未來 我想 將你從我身邊推開 我以為只有這樣 你才是最安全的 我們還會去天空之境和營火蟲洞 還有那些我們曾經約定過 一起要去的那些地方 我們一定會一起去的 是不是 景城已經不再說話 他只是拼命地抹抹 景城 我在這裡 我身上的炸彈到的時候快要結束了 我很害怕 軟魚 你聽我說 不要 景城 你聽我說 顧軟魚打斷了他 臉上臉楊一絕笑容 其實我一直都知道 你為什麼要推開我 你選擇人生的軌跡 注定能夠和我分享 我好希望能夠留在你身邊 好像普通人一樣 簡簡單單 白頭盜路 但是你不屬於我一個人的 你是一個騎士 守護光明 對抗黑暗的騎士 去做你應該做的事 你會成為我永遠的驕傲 不是 但是 我不聽這些 景城終於忍不住 他的淚如雨下 好高興 還可以再見到你 可惜 和你約定去的地方 我應該陪不到你了 軟魚 你聽我說 炸彈的密碼是 是 景城私心裂肺的喊聲響了起來 蘇錦和陸宇晴在旁邊 也哭了出聲 我向前搬跪在他面前 抱著他的肩膀 不知道說什麼好 眼淚水滴在他背上 我甚至希望他真的說出密碼 故遠如目光當中 偷露著眷戀 嘴角揚逸著的微笑 是這麼堅定 視頻當中 他伸出手指 好像在撫摸著景城臉 再見 索哈 對不起 對不起 景城一邊在豪淘大哭 一邊用頭撞著地下 他最後堅守著自己的信仰 原本可以拯救他自愛的密碼 最終摸在他口裡說出來 隨著倒計時最後一面消失 視頻突然停止 留下來的是七黑一片 我緊緊地抱著他 他在我懷裡哭得像一個小孩一樣 我不知道這個時候 他承受了多少的痛苦 他一拳一拳地 重重地踏在我心裡 我已經感覺不到痛 因為我的心 好像玻璃一樣的四分五滅 四分五滅 我會想說